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对于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来说,权利这玩意儿是烫手的山芋,好吃不好拿。 就算你想一口吞进肚子里,旁边盯着的眼睛多不说,一不小心还容易烫了嘴。 但是对于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来说,权利就是春药,但凡是拿到了手,下了肚, 那么这血一冲脑门,就毁天灭地舍我其谁。 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啊,这歪歪斜斜的每页上,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。 但仔细看了半页,才从字缝里看出来,满本上写着两个字,吃人。 如果这不是评价一个时代最坏的样子,真不知道什么事了。 共产党总喜欢用出生的太阳比喻年轻人,相信在那长大的各位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 所以按理来说,年轻人什么样,一个社会的未来就是什么样。 但是老共向来不按常理出牌,人家都是新人替旧人让社会循环。 只有他们,把住了社会的财富和资源是不肯撒手,就怕被清算。 而年轻人自己的艺术、创造、理想,只要跟他们相左,那只能你随着他们走,这帮人是不会变的。 于是乎啊,人家的青春校园都是朝气蓬勃,什么棒球赛、篮球队、歌声与梦想。 但是中国年轻人的青春,是官僚主义、洋奉阴为,冒充大姐大的学生会。 前两天黑龙江职业技术学院火了,不是因为别的,就是因为这个学生会干部党性太强,派头太大。 让广大网友一看就有了投影和映射,所以恨的牙根痒痒。 什么事儿呢,就是一段关于查寝室的视频在网上疯传。 你看,这还得给海外观众解释,在中国啊,你的大学宿舍是跟很多人共用的, 没事儿会有宿舍管理人员来查你的卫生。 一般学校是聘请宿管阿姨,但是也有学校不愿意花钱,或者老师想图清景, 就把这事儿分包给了学生会干部。 活儿不难,就是走街串巷去给人家提意见,说几句空话, 找找人上人的感觉,这不么,黑龙江职业学院这六名女干部, 就身着统一的黑西装,带着党灰,哐当踹开房门,大喊一声,查寝了。 一个冲在前头介绍,说这是你们的学姐,要求站起来,立正站好,喊收长好, 啊不是,学姐好,随后学姐就款款而来,自报姓名,说你们听好了,以后就归我管,认我的脸,别人来不能听,明白吗? 一通点头之后,人家干部很满意,巡视了一周,说你这垃圾袋挺能藏啊。 你看看,要不是有视频记录,你根本不知道人家女干部的英姿,只能听到学校大喇叭广播里告诉你。 在此次寝室视察工作中,张部长与寝室同学进行了亲切交流,了解同学们的生活起居状况, 勉励学生努力保持寝室卫生环境。 张部长语重心长的指出,你这垃圾袋挺能藏啊。 你看,感染力一下子就下去了。 你说,一个学校光有女干部吗?那男寝部的派头更足,直接是管犯人的feel, 靠墙站好手背后,中气十足喊大哥,再配点辛苦费,真是刘华强来了也得走毒。 你还别以为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大学生里,就这个社会环境的熏陶, 现在小学班长也敢明目张胆的索要贿赂,不然就被打,被撕作业本,你敢信吗? 就这副怼天怼地的架势,实在是太让人心惊胆战,以至于央媒都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, 评价这些年轻人应该朝气蓬勃,不要搞这些乌烟瘴气盈盈狗狗的东西。 俗话说,上行下校,学生会烂成这个样子,也是老师带头带的好。 一个个的,这么大官微,还不是跟你们耳濡目染学的吗? 这不是黑龙将职业学院给放火上烤了吗,其他有冤有仇的,也出来要说道说道。 一个毕业生,就趁机质问当年的老师,凭什么给自己不及格? 自己上学时本本分分,除了比较内敛,没跟老师走关系送礼,并无差错。 你看看小伙子,你这不找到问题所在了吗? 当时他还是学生,把这老师的恶行录了音,反映给校长,说他所会。 谁知道啊,官官相护,不仅事儿没解决,还被老师知道了,给放进了维稳的名单。 要不是这事儿闹的大,现在学校也不会放出我们错了,我们整顿的公告,这不是官逼民反是什么呢? 要说啊,就这种学校老师不解决问题,学生会干部天天耍官腔的情况,还真不止是黑龙将职业学院一个。 放眼全国,甭管是职业的,还是985211,哪个学校没有这种事儿才算新鲜。 而这作威作福,把学生当犯人管,还不是最牛的。 更高科技的是,不仅收你学费,连毕业还得把你卖了,让你给人家赚钞票。 这不是中国最近流行职业教育嘛,之前咱就做过好几期节目,说在一个劳动保障法都形同虚设的国家, 你让这帮年轻人去实习,就是抓壮丁,骗取免费劳动力。 果不其然啊,全国所谓的职业高中,大专,不少,全都打着实习才能毕业的旗号, 结果是把人家的宝贝当奴才,放进黑工厂,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活。 你反抗,人家一句没有毕业证,就让你闭了嘴。生病,工伤,没有人在意。 湖南临武县职中的一个学生叫小鹏,就是因为被学校弄去强制劳动, 每天工作11个小时,结果手卷进了机器。 工厂因为不想损坏机子,所以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,才把手吞住了,是什么也没保住。 出事后,学校、实习企业对于如何治疗和赔偿是完全不表态,一直拖了大半年, 直到被曝光在媒体上,才又改口道歉,说一定好好解决,都是屁话。 出了事儿,就拿国家法律说话,说政府说了,不会强制学生实习劳动。 那宪法还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呢,你看看哪天实行。 满口仁义道德,满肚子男道女昌,就跟那打针似的。 一面说不许强迫,一面又宣传我们世界第一,真是中国是民主的最好体现,还能说什么呢。 所以啊,不管中国政府如何改革,希望年轻人生子儿,这事儿都是不可能的。 因为信心没了,信任也没了,更别提信念了。 每一个如此成长起来的年轻人,绝不会让下一代不自己的后尘。 而当百姓的厌恶加深,那么颠覆也必定随之而来,不管你如何压迫和阻挡, 这就是宿命的残酷和美丽。 多年的洗脑教育,所谓的共同富裕,社会清明的骗局,终于是要现了原形,好戏啊,还在后头呢。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,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,感觉观看,下期再见,拜拜。